梁峰下午下班回到家 看到一个年轻的陌生帅哥 穿着他的睡衣在客厅走动 家里一直是他跟老婆两个人住 这个陌生男人让他心里忍不住咯噔一下 梁峰老婆李莉听到开门声 带着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人从房间出来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女的梁峰认识 是他亲大伯的女儿 也是他的堂姐李欣 李莉给梁峰介绍那个男的叫黄凯 是李欣的男朋友 说他们房子到期了 到这里住几天 反正这里还有一个房间一直空着 梁峰心里松了口气 但他们借助没问题 黄凯一来就这么随便 穿他的睡衣 多少让他有些不高兴 考虑到是老婆那边的亲戚 梁峰本来不打算说什么 浓妆艳抹的李欣 却突然阴阳怪气的对梁峰说 他摆什么脸色 就是买了一套房子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不是看堂妹在家待产无聊 他们还不来这里家住 没钱没本事就算了 一个大男人还这么没度量 堂妹当初瞎了眼才会嫁给他 梁峰又惊又怒 惊的是老婆的堂姐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怒的是堂姐一个房子都没有 还要借宿他家里的人 说他没钱没本事 而且他跟他老婆结婚是他们两人的事 关李欣什么事 梁峰正想说话 黄凯上前拉着李欣 让他少说两句 梁峰还以为黄凯会是各名市里的人 没想到黄凯马上又对他说 妹夫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还没吃饭 就等他回来做 梁峰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这两人明明是到他家里来借助 却一个讽刺他 一个像庸人一样使唤他 还指望他给他们做饭 黄凯却好像根本没发现梁峰生气了 继续说他听李欣说每天都是妹夫做饭 他们都不会做 以后都要妹夫做饭给他们吃 妹夫要不做的话就请他们去饭店吃 梁峰还没说话 李欣就上来拉了拉他 劝他说来者是客 老公赶紧去做 反正他们自己也要吃 李欣怀了孕 梁峰只好顺着他 转身去了厨房做饭 做饭时 李欣和黄凯两人在客厅里聊天完手机 没有进来帮一下手 吃完饭后把碗往桌上一放 又继续玩手机去了 李欣可能也知道梁峰心情不好 主动要收拾桌子洗碗 梁峰怕他累着 只能忍着气把碗洗了 收拾完 梁峰就把李欣拉到房间 让他叫李欣两人赶紧搬走 李欣说黄凯现在失业 没钱租房子 而且他一个人在家无聊 李欣住在这里也能陪陪他 等他生完孩子再让这两人搬 梁峰没有办法 只能默认了 李二天下班回到家 梁峰刚进门 黄凯就拿着一把车钥匙 对梁峰炫耀说他今天买了一辆二十多万的车 要不要借妹夫开开 比妹夫那十几万的可好开多了 梁峰没搭理黄凯 心里却非常不爽 有钱买二十多万的车 骗他老婆说没钱租房子 还在他前面显摆 梁峰当即就把李力拉到房间 说黄凯他们连这么贵的车都买得起 怎么可能租不起房 让他们赶紧搬走 李力却不耐烦的说这件事昨天已经说好了 怎么又在这里说 他们买车的钱是他借给他们的 梁峰跟李力以前是同事 看李力长得漂亮就喜欢上了他 主动追求他 虽然李力脾气不好 但梁峰一直都在迁就他 从来没跟他吵过 这次梁峰是真的忍不住了 直接对李力质问 说这么大的事 李力居然都不跟他商量一下 李力说有什么好商量的 他上次拿一万块钱给他爸时 他也没跟自己商量过 李力更加的不耐烦 说完就准备出去 梁峰拉着李力的手 继续质问李力 说那不一样 他爸是要钱看病 而且买这个房子的首付是他爸给的 他给他爸钱有什么错 再说李力借这么多钱给他们 他们能不能还得起 李力一把甩开梁峰的手 反问他说他爸要钱看病 姐夫去面试坐公交不方便 要买辆车 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还这么年轻 又不是赚不到钱 怎么可能还不起 他的亲戚就是亲戚 自己的亲戚是不是就不是亲戚了 梁峰直接被气得说不出话了 一来因为这二十多万是他拼死拼活才存到的 一部分是留给父母养老 一部分是为了快要出生的孩子准备的 现在却因为黄凯坐公交不方便 借去买车了 等黄凯他们把二十多万还上 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 而来李力这些话让梁峰有些心寒 在李力心里 他父母居然这么不重要 他们花钱看病 居然能跟黄凯借钱买车画等号 但是钱已经借了 梁峰知道他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只能压着怒火问李力 他们现还剩多少钱 他们家的钱一直是他在保管 梁峰并不知道卡里具体有多少钱 李力转过脸 冷冰冰的说没了 卡里总共有二十四万多 买车花了二十二万左右 然后姐夫说找工作面试要买衣服 剩下的两万多借给他买了两套衣服 这一刻 梁峰真的抓狂了 咬牙切齿的问李力 把钱全部借给他们了 他生孩子怎么办 李力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对梁峰说去找他父母要 梁峰说父母没有钱给他 李力说这是他的孩子 他去想办法弄钱 李力说完就直接离开了房间 梁峰无力的靠在墙上 心痛悲凉绝望 各种情绪涌上他的心头 许久之后 梁峰连招呼都没跟他们打便离开家 找了几个朋友出来喝酒 喝完酒 他去父母家住了一晚 父母有一套老房子 当初结婚时 刘力说房子太久太小 家里还有个未婚的弟弟 吵着要买新的 梁峰只能找父母资助按揭买了一套 父母问他怎么一个人回来 梁峰不想他们担心 就说刘力家那边来了客人住不下 第二天起来 梁峰的气也消了不少 钱已经借了 也没办法了 只能等对方慢慢还 生孩子的钱只能再想办法 李丽昨天说的话虽然有些难听 但多少也有些是气话 而且两人结婚两年多了 感情还是有的 他还怀了梁峰的孩子 梁峰也不打算再跟他置气 在回自己家拿东西准备去上班时 梁峰给李丽打了个电话 问他早餐想吃点什么 没想到李丽却跟梁峰说不用买了 他自己等下去买 李丽叫梁峰这段时间去他父母那边住 唐姐说他一个男的住家里有些不方便 也尴尬 梁峰听完后 有些难以置信的问李丽 那唐姐有没有想过他带他男朋友住他们家 自己老婆会不会方便 借住就算了 还要把自己赶出来 李丽说唐姐还没结婚 脸皮薄 这件事就这样 反正也就一两个月而已 李丽一锤定音 直接挂了电话 梁峰接受不了这件事 不是他小气 是这些人太得寸进尺了 按照李新的德性 如果梁峰这次妥协了 他绝对会把梁峰的家当成他的家赖着不走 以后梁峰想回自己家都难 回到家 梁峰准备拿钥匙开门 发现钥匙插进去之后居然转不动 仔细一看 势所被换了 这是铁了心要把他赶出来 不让他回自己家 梁峰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按了门铃 李丽很快就开了门 梁峰质问他为什么要换锁 正在里面吃早餐的黄凯主动回答梁峰 说这大热天的 他糖节有时穿得少 万一何时被他突然开门进来看到就尴尬了 所以他们就把锁换了 他想回来敲门就行了 梁峰气得想直接把他们赶出去 但是考虑到李丽的面子 只好继续克制着自己说他老婆快生了 他要照顾老婆 所以不会出去住 糖姐怕被别人看到尴尬就多穿点 李心理直气壮的说 他知道梁峰就是不想他们住在这里 但是这房子不仅是梁峰的 也是他妹的 只要他妹不让他走 他就不走 不等梁峰说话 李丽就叫梁峰先将就一下回家住一段时间 他姐他们在这里会照顾他的 梁峰赶紧拿上东西去上班 要不然迟到了 梁峰知道他要再说下去 李丽肯定会生气 说不定会影响胎儿 只能收拾东西出了门 但他没有去上班 而是打电话请了个假 然后在楼下找了个地方等着 梁峰准备等李心和黄凯下来后 直接跟他们说让他们搬走 他们不搬他就把这件事告诉岳父岳母 让岳父岳母去解决 过了很久 他们两个终于下楼了 李丽也跟他们一起 梁峰不想当着李丽说这个事 只能跟在他们后面 打算等他们分开再说 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不对劲的情况 李丽和黄凯两人走路时 时不时挨在一起 有说有笑 很是亲密的样子 梁峰突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 感觉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出了小区之后 李心一个人走了 李丽和黄凯两人进了旁边一个超市 梁峰跟着进了超市 一直远远的看着 很快就看到了让他心碎的一幕 在一个无人的货架后面 李丽很自然挽上了黄凯的手臂 整个人都靠在了黄凯身上 梁峰直接气炸了 什么堂姐的男朋友 只是李丽想让他贫富 光明正大住到家里来的幌子 让自己回父母家住 把锁换掉 无非是怕自己发现他们的奸情 梁峰很想冲上去质问李丽 他从来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李丽的事 李丽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不过梁峰最终还是忍住了 因为质问之后 无非就是两人离婚 而他没有李丽出轨的证据 到时不仅黄凯那里的20多万拿不回来了 而且现在这套房子还要分一半给李丽 梁峰不可能把这么多钱 白白便宜了这对狗男女 离开超市之后 他没再跟着他们 找地方买了一个带音频的针孔摄像头 等到下午上班的时间 梁峰回到家敲了门 又是李丽开的门 李丽看到他有些不高兴 问他怎么又回来了 梁峰说回来拿换洗的衣服 然后进屋 看到只有黄凯在 李丽主动说要帮他收衣服 梁峰拒绝了 走进房间 偷偷的把摄像头插进电视后面的孔里 接上电源 然后把方向对着床的方向 电视后面的线比较多 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收好衣服离开后 梁峰回到父母家 用手机打开了监控画面 到了晚上九点多 李丽洗完澡躺在床上 接着黄凯洗完过来搂着他 虽然早就知道了结果 但是看到这一幕 梁峰依旧很心痛很愤怒 李丽躺在黄凯怀里问他 梁峰晚上会不会又过来 黄凯说回来了李丽就去开门 他回那边房间 梁峰又发现不了 怕什么 李丽又说这件事好像太顺利了 他总感觉有些不踏实 黄凯安慰李丽说有什么不踏实的 按照他们的计划来就行了 他先让梁峰准备生孩子要用的钱 孩子出生时先不要通知梁峰 如果孩子生下来之后 血型针对不上就想办法改 不要让他知道孩子不是他的 再找个借口跟他闹 离婚分房子 带着孩子离开 梁峰听完后气得浑身颤抖 李丽怀的孩子居然不是他的 李丽怀孕八个多月了 竟然这么早就出轨了 而且这两天发生的事 是他们怕他在现场 可能会发现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故意把他从家里赶出来 偷偷的先把孩子生下来 梁峰突然觉得这个自己爱了几年的女人 好陌生好可怕 如果不是他发现的早 李丽不仅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用他的钱把别人的孩子生下来 还要分走他一半的家产 原来梁峰以为自己有了这段录像 和对话的录音 就可以让李丽净身出户 但他没想到 让他更愤怒 更难以置信的的居然还不是这件事 黄凯说完后 李丽又接着说 他是担心梁峰 现在就发现了端倪 然后查到他们两人的关系 到时孩子一生下来 梁峰直接就有了他出轨的把柄 他什么都得不到 黄凯抱怨说 他说当初让李丽把孩子打掉 他又不打 现在就算梁峰发现端倪也没办法了 只能继续下去 要么净身出户 要么分房子 李丽也抱怨说 他要是把孩子打掉 黄凯又跟在大学时一样抛弃他怎么办 梁峰这才知道 原来这对狗男女在大学就认识了 而且李丽这个贱人都已经被抛弃过一次 还在跟他结婚之后 居然跟黄凯又好了 黄凯抱着李丽说了一堆 不会再抛弃他的话之后 李丽突然说其实他有一个办法 就算梁峰怀疑了 也可以让这套房子变成他一个人 还能从梁峰父母那里弄到一笔钱 黄凯问他什么办法 李丽说把梁峰杀了 房子就是他的了 以后还可以让梁峰父母出现抚养他们的孩子 李丽说这句话时语气平静 就好像杀梁峰这个跟他同床共枕几年的人 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跟杀一只鸡鸭一样平常 梁峰彻底震惊了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狠毒的女人 黄凯听了李丽的话都被惊到了 说杀人的事要坐牢 他不做 李丽说他不可能为了杀梁峰把他们自己陪进去 其实他早就想好了方法 梁峰意外死亡的话 他们根本不用承担责任 李丽说完后 又凑在黄凯耳边说了一阵悄悄话 黄凯听完后沉默了一会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真的没风险 最终点头答应下来 说就这么做 梁峰虽然不知道李丽说的方法是什么 但依旧从心底感到一阵恐惧 原本他只打算拿到李丽出轨的证据 让李丽净身出户的 但是既然李丽要杀他 他岂能坐以待毙 他要让他们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 梁峰让自己冷静下来后 心里也渐渐有了计划 首先他必须要搞清楚他们打算怎么杀他 想办法拿到证据 然后报警 用法律的武器惩罚这对狗男女 不过在这之前 梁峰得先想办法把黄凯从李丽手里拿走的钱 连本带利收回来 那些钱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 凭什么给黄凯那个废物买车 但是李丽跟黄凯不让他回去 还对他有了疑心 梁峰想从他们这里找到突破点 基本上不可能 唯一突破口只能是李心 第二天 梁峰托人调查了李心 得知他在一家服装店上班 盘了一个男朋友 让梁峰惊喜的是 李心在跟男朋友交往的同时 竟然还棒了一个有家事的小老板 果然是好姐妹 做派都一样 以梁峰对李心的了解 他这种自私 爱慕虚荣的人 对他男朋友未必会有真感情 就算自己威胁他 要把他当小三的事告诉他男朋友 他也未必会在乎的 于是梁峰让人继续调查李心 务必拿到他当小三的证据 同时查一下那个老板的家庭情况 三天之后 梁峰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随机就到了李心上班的服装店门口 给他发了条信息 说有事找他 李心走出来 一脸不耐烦的问梁峰什么事 一副高傲的样子 梁峰也不在乎他的态度 开门见山的说他帮李莉在自己前面演戏 李莉答应给他什么好处 李心似乎没想到梁峰会知道这件事 明显冷了一下 梁峰把他跟小老板亲热的相片 打开来给他看了一眼 玩味的说如果不他男朋友知道他当小三的事 他最好跟自己说实话 李心看到相片 明显有些慌乱 随即又一脸愤怒的看着梁峰 质问梁峰居然调查他 不要以为梁峰这样就能威胁到他 有种现在就去告诉他男朋友 大不了就是分手 他不在乎 梁峰早就猜到这样根本威胁不到李心 然后耸耸肩 很随意的说既然他不介意 那就将这些发给他家里人看 让他们都知道他在外面当了小三 李心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眼睛死死的瞪着梁峰 似乎到了暴怒的边缘 见李心还不妥协 梁峰又接着说 他要是将这些相片发给李心勾引的 那个小老板的老婆看会怎么样 李心应该知道这个小老板的老婆有点背景 他亲弟弟好像是当官的 要是让他知道李心勾引他老公 他会不会做出什么暴打小三 或者栽赃陷害 把李心弄进去的行为 李心虽然自私 但也不傻 听到梁峰这些话 明显有些慌了 梁峰最后又加了一把火 说这是小老板老婆的手机 关于怎么栽赃陷害李心的办法 他已经编辑好了信息 现在只需要一个发送件就收不回来了 梁峰一边说一边将手指放在了发送件上 然后当着李心装作就要摁下去 李心终于妥协 拼命的阻止梁峰发信息 然后向梁峰坎白了自己帮李力欺骗他的事 还说李力答应给自己一万块钱的好处 李心求梁峰帮他瞒着这件事 他刚才的高傲已经没有了 整个人如同双打的茄子 也不敢如之前那般对梁峰大呼小叫了 梁峰对李力说 想让自己帮他隐瞒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他要帮自己做件事 梁峰说出了自己目的 李心现在算是被他抓到了把柄 自然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梁峰按照自己的计划 让李心跟李力说今天看到他了 说他在看房子 好像准备买房子 李心问梁峰为什么要这么做 梁峰没有告诉他 只跟他说 要是不想自己的秘密暴露出来 就乖乖听话 梁峰知道李心心里肯定不干 也会有顾虑 但又没有办法 只能按照他说的做 直接当着他的面给李力打了电话 李力前两天给梁峰打了电话 让他快点准备生小孩的钱 梁峰知道李力是想最后从他这里捞一笔好处 就故意骗李力说有个朋友答应借几万给他 李力的目的就是想从梁峰这里骗钱 听到他要买房子这么大的事 肯定不会做事不理 果然梁峰刚跟李心分开没多久 李力的电话就打来了 说他听唐姐说老公今天去看房子了 梁峰跟李力最近算是在闹矛盾 李力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不冷不热 动不动还发脾气 但现在的语气柔和了不少 梁峰心里冷笑 这个女人只有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 才会偶尔表现出对他的好 可他以前却演了瞎没发现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梁峰按照他的计划对李力说他弟要结婚了 弟弟女朋友那边要求要房子 爸妈让他弟买一套小公寓给他们住 然后就把他们那套房子 过户到弟弟和女朋友名下 当婚房 他今天是给爸妈看房子的 李力说那套房子最起码值两百多万 有一半是他俩的 他父母要是只给他弟弟一个人 他不同意 如梁峰所料 李力当时就炸了 也固步的装温柔 声音大到就算是隔着电话 梁峰也能够感觉到他语气里的愤怒跟交集 梁峰父母的房子虽然在老城区 面积也不大 但是那里地理位置好 周边还有不错的小学跟中学 现在要是挂出去卖 很多人都抢着买 李力不可能会答应这件事 他以前一直是这个脾气 可能是怕梁峰生疑 也没改 梁峰也怕他生疑 就跟以前一样忍着 没敢发脾气 跟他解释 当年他们结婚时 买房加上装修前前后后 差不多花了一百万 都是爸妈给的 现在弟弟买公寓要花几十万 那套房子给弟弟 算起来也差不多了 李力说现在是说这个套房子的事 梁峰扯以前的事干什么 他叫梁峰马上去跟他父母说 这房子他们一定要一半 要不然这件事没完 李力果然急眼了 那气急败坏的话活脱脱的一个泼妇 梁峰小声抱怨说 他自己平时怎么对爸的他自己清楚 现在有好处的事就记得他们了 要说你自己去说 李力说他去说就他去说 也不管梁峰说话的态度 直接挂了电话 梁峰知道按照李力的性格 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找他父母 毕竟这关系到一百多万的事 所以梁峰马上回到了父母家 除了李力准备杀他的事 他之前就已经把李力其他的所作所为 都告诉了他父母和弟弟 他们听了非常生气 当时就要去找李力要个说法 梁峰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们劝住 然后把他的计划告诉他们 让他们配合他演一出戏 为了帮梁峰报复李力 他们毫犹豫的答应下来 怕李力看出端倪 还不停的给他出谋划策 梁峰回到家没多久 李力就过来了 以前只有过年过节时 李力才会来看梁峰父母 平时从来没来过 而且每次都是吃顿饭就走 所以他跟梁峰父母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 梁峰父母也不是很喜欢他 只是碍于梁峰的面子 才没说什么 李力进屋之后 好像没看到梁峰一样 直接跟他父母说他们共就两个儿子 这套房子按理说也是两个儿子一人一半 如果他们要全部给老二一个人 他不同意 希望他们一碗水端平 李力说的很是理直气壮 让梁峰父母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要不是梁峰提前跟他们说了 他们估计会气出心脏病 梁妈平时性格刻薄一点 她按照他们之前商量的 马上站出来说这房子是她跟老头子的 他们想怎么分是他们自己的事 而且以前他们拿钱给老大买房装修 李力怎么不让他们一碗水端平 现在老二结婚要用钱了 李力就出来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好处要她全部占尽了 李虽然平时跟梁峰说话时 态度很不好 但面对她父母还是收敛了很多 李力可能不敢跟梁妈吵 转过头冷冰冰的叫梁峰说句话 梁峰装作左右为难的说 就按我爸妈说的来 李力说她真是瞎了眼才嫁给梁峰这个窝囊费 反正她不管 这套房子要是不分给他们一半 他们就离婚 肚子里的孩子梁峰也别想要了 李力马上就发飙了 梁峰知道李力这些话 也是故意说给她父母听的 因为李力知道她父母早就盼着她生个孩子 用孩子作为要挟 她父母很可能会妥协 梁妈说离婚就离婚 但是孩子李力休想带走 她完全忘记了他们之前商量好的 直接跟李力对上了 梁爸眼看着两人要吵起来 叹了口气 然后对李力说这套房子 他们要分一半也可以 但是买公寓的35万就得由他们来出 要不然老二这边不好交代 梁峰之前预想李力听到这个条件 应该会动容 买套小公寓三四十万 她父母的房子卖了分一半有100多万 就等于能赚差不多100万 分到李力头上也差不多也有50万 没想到李力想都没想 毫不犹豫的说他们没钱 梁爸说没钱就让老二出钱买 这套房子就给老二 不能什么好处都给了他们 他要离婚就离婚 梁爸沉着脸说完 跟梁妈一起回房间去了 客厅里只剩下梁峰跟李力两个人 李力不敢对他父母发脾气 只能把气撒在他身上 李力说他就没见过比梁峰还窝囊的男人 他们要梁峰给他们买公寓 梁峰自己去搞定 他反正要分这房子一半的钱 梁峰他借不到 要借李力去借 李力要是借到了 买房子分的钱全给他 自己不要 梁峰说完就起身离开了 拿三十五万出来差不多能赚一百万 梁峰估计按照李力的性格 肯定会上钩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又给李心打了个电话 要李心帮他游说李力 并且给李力支招 先让他父母把房子过户到他和李力名下 再拿钱出来买公寓 有了这样的保障 加上李心的游说 梁峰肯定李力会上钩 李心一下就听出了梁峰的意图 惊呼梁峰想骗李力三十五万 这件事他不会帮梁峰 对李力太残忍了 会把李力害死 梁峰说李心之前帮着李力骗我时 有没有想过对他太残忍 反正李心自己考虑清楚 如果李心不答应 那李心的事 所有人都会知道 要是帮他 事成之后 他给李心五万 梁峰知道只要他一威胁李心 李心就会妥协 但是承诺给他五万块好处 等于买了一个保险 他也会尽心尽力帮自己 李心沉默了一下 最终答应了 说晚上就去找李力 梁峰不知道李心具体跟李力说了什么 第二天李力就打电话给他 说答应借钱给他父母买公寓 但要先将老房子过户到他和李力的名下 房子卖了之后 李力一个人分一半的钱 梁峰知道李力上钩了 但还是装作有些惊讶的对李力说 这样的是他也说的出口 本身就是他占便宜了 还让爸妈先把房子过户 他都信不过他们 他们又怎么会会信得过他 梁峰这样说也是为了让打消疑虑 免得太轻易得到了 反而让李力产生警惕 李力说房子又不是过户到他一个人名下 写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梁峰不同意 他也不能把房子卖掉 他们信不过他 怎么还信不过梁峰这个儿子 李力又直接开始发飙 梁峰装作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 说那他去跟他们说 但是拿到了买房子的钱之后 李力可不能乱借给别人了 孩子马上出生 到处都要花钱 李力说知道了 叫梁峰赶紧去跟他们说 早点把这件事搞定 李力听到梁峰答应 语气虽然缓和了一些 但也没有兴趣跟他说话了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当天晚上 梁峰又接到李力电话 问他父母答应了没有 梁峰告诉李力答应了之后 李力说明天去办理过户 梁峰又给李心打电话询问了情况 李心告诉他 李力就跟黄凯出去吃了一顿好的 说是为了庆祝 至于庆祝什么 梁峰不用猜都知道 而且 李力打算让黄凯把新买的车亏几万块钱卖掉 再跟朋友借点 贷点款 凑了三十五万出来 梁峰听完就彻底放心了 第二天带着他父母 跟李力约好 直接将老房子过户到他和李力名下 房子是两个人的名字 没有梁峰的同意 李力就不能将房子抵押或者卖掉 李力如果要离婚 梁峰有他出轨的证据 可以让他净身出户 这套房子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李力完全不担心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过完户之后 李力马上打电话给中介公司 将老房子挂载了出去 看到他迫不及待的样子 梁峰就想着 等到他最后发现真相时 又会是什么表情 李力把房子挂出去之后 梁峰便找他要钱 这一次李力倒是没说什么 第二天就痛快给了梁峰三十五万 然后催促他快点把房子买好 然后让他父母快点搬出去 省得有人要买房子时 他们还没搬 梁峰知道李力是想早点拿到钱 好实施他下一步的计划 但梁峰也没揭穿他 只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几天 李力一直给梁峰打电话 问他公寓买好了没有 梁峰一直拖着 跟李力说再走程序 到了第四天 在李力多次催梁峰之后终于发飙了 对着电话大吼 问梁峰怎么回事 公寓早就看好了 就是付个钱而已 怎么要这么久 不行的话梁峰把钱给他 他去买 到手的钱 梁峰怎么可能给李力 又敷衍了两句 直接挂断了电话 李力再打来 他干脆不接了 梁峰知道李力这时肯定会意识到不对劲 也会想办法把钱搞回去 很可能就会按照他之前的想法 把自己弄死 这样一来 两套房子就都是他一个人的了 梁峰这几天一直没联系李心 李心有些等不及了 主动找到梁峰 让梁峰把之前答应他的五万块钱给他 梁峰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给李心钱 李心跟李力狼狈为奸骗他 他不找李心麻烦就不错了 李心帮他做的那些事情 顶多是赎罪 不过后面还要用到李心 梁峰没有跟他撕破脸 而是须与威夷 将李力跟黄凯之前商量 害死自己的视频给他看了 梁峰叫李心帮他去打听一下 弄清楚他们俩准备怎么害死他 做完这件事他再给钱 李心也被视频中听到的消息惊到了 似乎没想到李力和黄凯会这么恶毒 连杀人的想法都有了 他同时也意识到梁峰是想要报复那俩人 有点想退却了 咬着头不去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梁峰根本由不得李心害怕 直接威胁李心说 如果李心不帮他把这件事搞清楚 哪天他被他们杀了 李心联合他们一起骗他 李心就是帮凶 而且不说李心以前的那些破事 要是让李力知道李心协助自己 骗了他这么多钱 他跟黄凯肯定不会放过李心 李心不知道被梁峰哪句话吓到了 笑脸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梁峰说李心帮他也是帮自己 等知道了他们的具体计划 到时他就可以将计就计 拿到他们想杀人的证据 让法律来制裁他们 而李心不仅安全了 还得到了钱 一举两得 最终在梁峰的软硬兼施之下 李心答应帮他 为了万无一失 梁峰耐心的教李心 怎么一步一步的套李力的话 他听完深吸了一口气 说晚上就去找李力 晚上梁峰打开了手机的监控画面 李心按照他说的 把李力拉到房间 问李力房子卖了没有 李力脸色本来就不好看 被李心这么一问 马上就抱怨说没有卖掉了 当初就是唐姐一直怂恿他拿钱买公寓 现在好了 他们一直拖着 他借钱时说好了几天就还 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还上 李心一脸委屈的样子说这不能怪他 自己也是想让李力多拿点钱 而且最终做决定的也是他 李力估计是心情不好 没再说话 李心就按照梁峰教他的 故意问李力说会不会是梁峰发现了 他跟黄凯之间的事情 故意用了这一招 目的就是骗他们的钱 然后让他净身出户 李力被这个念头震了一下 随后一脸阴沉的点头说有这个可能 李心故作惊讶的说但是他们一直都很小心 梁峰怎么可能会发现 李力皱着眉头说他也不知道梁峰怎么发现的 但是钱都给了这么长时间了 梁峰连一套公寓都还没买好 肯定是有问题 这时李心的作用就出来了 他急忙安慰李力说 他觉得梁峰现在最多就是猜疑 没有证据 要不然钱到手了 早就跟李力离婚 让李力净身出户了 所以在梁峰还没找到证据之前 他最好想办法把钱拿回到 要不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李力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然后突然抓住了李心的手 叫他帮自己一个忙 梁峰的心脏猛的跳了一下 是不是终于要有结果了 虽然早就有了准备 可真到了这个时刻 他却还是有些不能接受 不管怎么说也是同床共枕几年的夫妻 他也一直爱着李力 不过梁峰也没心情去想这么多了 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监控画面上 李心问李力 到底需要帮他做什么 李力咬了咬牙 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他们一起开车回趟老家 回程有一段盘山公路 而且路边上也没有护栏 旁边就是陡坡 他准备到了山顶时 找个借口骗梁峰下车 然后把梁峰推下去摔死 到时就跟人说是他上厕所时不小心摔下去的 李力的计划简单粗暴 但可行性很高 只要梁峰没防备 很容易就会被推下去 李心问李力是不是疯了 居然要杀人 这可是要坐牢的 万一要是梁峰没有摔死怎么办 李心不可置信的看着李力 眼里的震惊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装的 看起来挺真实的 李力脸上闪过一次恶毒 接着对李心说放心好了 他保证万无医师 那条盘山路上又没有监控 根本不会有人知道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要是梁峰没有摔死也没事 到时他让黄凯用石头把梁峰砸死 然后在伪装乘滚下去时撞到了脑袋的样子 李心说他不干 他才不要当帮凶 要干李力跟黄凯干去 而且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事情 跟他没有多少关系 李心直接拒绝了李力的要求 李力也不着急 一个劲劝李心说姐姐就帮妹妹一个忙 姐姐要是不去 就他跟黄凯两个人的话 梁峰肯定会怀疑 很有可能就不跟他回去了 所以一定要姐姐跟黄凯继续装情侣 到时就算梁峰有怀疑了 也不可能会想到他们准备杀他 李力说只要梁峰一死 他们名下的这两套房子就都是他的了 等房子卖了之后 他给姐姐十万 李心犹豫了一番 最终答应了李力 李力担心迟责生辩 马上就拿出手机给梁峰打电话 说他父亲病得很严重 要梁峰明天送他回去一趟 而且他堂结两口子也跟他回去看他父亲 梁峰故意装作很担心的问他父亲得了什么病 李力说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明天回去才能知道 他说的理由让人没法拒绝 也没有漏洞 加上梁峰就等着他动手 然后拿到证据 所以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挂了电话之后 梁峰找到他一个法律专业的同学 同学听完梁峰的事 说李力的计划 不需要准备工具 不需要创造什么条件 就算判犯罪预备 也判不了多重 然后同学给梁峰出主意 让梁峰将计就计 到时同学会提前帮他报警 跟在他后面 并且用无人记录像 到时只要拍到李力他们 对梁峰动手的画面 就有了他们杀人的证据 可以判故意杀人未遂 虽然有点冒险 同学也让梁峰考虑好 要不要这样做 但为了让这对狗男女 受到应有的惩罚 梁峰决定豁出去一次 第二天 他跟同学打了个电话 安排好之后 开车带着李力他们出发回老家了 李力说的那条盘山公路梁峰以前走过很多次 真的很危险 弯又多又急 路还很窄 旁边没有护栏 边上就是遍布石头的陡坡 一个不小心掉下去 基本上都会没命 一路上 他们三个都没怎么说话 梁峰也没开口 一直在左右观察 终于在旁边的树林上方发现了一个无人机 车子到山顶时李力突然说她有点运车想吐 让梁峰停车 梁峰靠边把车停好之后 李力说她身体没力气 让梁峰扶她 梁峰把李力扶下去 她马上走到路边上开始干呕起来 梁峰好心提醒她太靠边了很危险 李力说吐在路上被别人看到不好 梁峰没再说什么 一边提防着她 一边往旁边的陡坡看了一眼 差不多七十多度的斜度 三十多米高 下面全是石头 李力干呕了一会 什么也没呕出来 可能是确定了周围没人 她让梁峰扶她起来 就在梁峰把李力扶起来的瞬间 李力猛地摆脱她的手 用力把她往边上一推 那一刻 原本还柔弱无力的李力 好像突然变得力大无穷 即使梁峰早有防备 还是劣切几步 滑了下去 还好她早就好看了地形 加上有了准备滑下去的速度不快 直接抓住了一块突出来的石头上 止住身体没往下滑 但就在梁峰准备爬上去时 李力看到她并没有掉下去 马上对刚刚下车的黄凯小声喊她没掉下去 快拿着石头把它砸死 黄凯在旁边看了一眼 然后抱起一块足有脸盆大的石头 走到路边上 眼看着黄凯就要把石头朝梁峰砸下来 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在考虑是不是要松手 让自己慢慢滑下去时 同学带着人 突然从梁峰车后面的拐角处突然冲出来 大喝一声助手 黄凯他们几个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同学趁机冲过来把黄凯压在了身下 梁峰彻底松了口气 等着同学把她拉了上去 一一眼看到的便是被警察控制住的黄凯 还有已经被吓傻 同样被控制住了的李莉 被抓了现行 黄凯还在反抗 问他们凭什么抓她 她什么都没做 她是无辜的 李莉回过神后比黄凯更加激动 使劲地挣扎着 想要摆脱警察的束缚 梁峰觉得有些搞笑 都这个时刻了 李莉还说自己是无辜的 认定了梁峰没有证据判她的罪 黄凯说这一切都是李莉设计的 李莉居然说自己是无辜的 然后她跟警察说她要坦白 黄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到李莉这么说 便急忙将一切都推到了李莉身上 毕竟她刚刚准备用石头砸梁峰 可是被抓了现行 警察叫她们都别说了 她们涉嫌故意杀人 先回警局 有什么事情等到警局再说 李莉似乎认定了警察没有证据 一个劲大喊她没有杀人 她们没有证据凭什么说她杀人了 警察看到李莉大着肚子 闹起来不像话 决定不再等她坦白 将梁峰提供的家中监控 以及无人机的视频都拿了出来 无论是计划杀人 还是在盘山路上实施的整个过程 都留下了影像证据 看到这些 李莉彻底慌了神 可能是知道到自己脱不了罪了 李莉突然扑通一声跪在梁峰前面哀求 说她错了 都是她猪油蒙了心才会做出这样的事 她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老公救救她 看着李莉声泪俱下的样子 梁峰心里没有一丝同情 反而觉得特别解恨 说现在让她原谅 是不是晚了点 李莉给她戴绿帽子时 怎么就不想想会有这样的结果 李莉费尽心思从她这里骗钱时 怎么不想想今天的结果 李莉跟肩负设计杀她时 怎么不想想会有这样的结果 梁峰刚说完 黄凯也开始要求梁峰说都是李莉 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让她做的 梁峰要报复就报复李莉 跟她没有关系 梁峰不为所动 直接离开了 李莉颓然的倒在地上 还是警察上前将她扶起来 一番闹腾之后 俩人终于被带走了 至于梁峰跟李心 自然也要去警察局做笔录 半个月之后 李莉跟黄凯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刑 监狱生涯正在等着他们 而李心因为有梁峰作证 是梁峰让她去帮自己探口风 顺便将计就计的 所以没事 又过了几天 李心跑来找梁峰 说是她替梁峰做了那么多 梁峰现在将李莉跟黄凯都送进监狱里了 之前答应她的那些钱是不是该兑现了 梁峰看着李心有些焦急的目光 冷笑一声 说她没让李心坐牢就不错了 李心想要钱 叫去监狱里找李莉跟黄凯要 听到梁峰这么说 李心冲着梁峰大骂 说梁峰说话不算数 说好的钱不给她 还说她替梁峰做事的事情被家里人知道了 现在家里人都知道是她出卖了李莉 导致李莉坐牢 现在她的名声已经臭了 尤其是李莉的家人 更是一见到李心就骂 骂李心是白眼狼 是贱人 李心现在都不敢回老家了 梁峰却并不在乎她遭遇了什么 比起她帮李莉对自己做的事 她现在是恶有恶报 这次经历让梁峰真正明白 男人不能怂 面对恶人后退一步 就是逼自己掉进万丈深渊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